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新一集的超市品酒员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瓶意大利的 Montepussiano di Abruzzo 这瓶酒主要的菩提侧基本上差不多100% 就是Montepussiano 在Abruzzo这个地方 Abruzzo是意大利的东边偏中的地方 东边中部的地方 这就是Tesco Finance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频道就知道 Tesco Finance是在邮寄买的 连续三集都是邮寄买的 因为我上次说了300元有8五折 我一次过买了三瓶 然后再300元有8折 所以这瓶酒我用70多元买回来 价钱也是超划的 好 试试 通常Montepussiano di Abruzzo 这瓶酒 都算是适合在年轻的时候喝的 所以这瓶酒是100年了 现在其实基本上 差不多是有5年的时间 所以应该都适合喝的 大家看到了 这颗色算是深的 红宝石色 红宝石色 那我们先试试 黑色的酱果 黑梅 黑色的梅 那些铁瘥味 一些铁瘦味 有一点烟熏味 竟然 铁瘦味 都 挺出 都是酱果的味道 基本上就是這些 有些香草 我們叫Spicy 有些Cinamon的味道 算是多豐富 好 先吃一碗 不过这个也是这款酒的情况 就是这款提子不会很酸 即是酸度是中度 入口感觉有单磷 但酸度是比较柔和 所以不会觉得很粗糙 喝下去也有酱果味 有辣的感觉 基本上就是这样 黑色的酱果味 有点烟糞味 丹宁在这里 不是很厉害的 不会觉得很粗糙 这个时候应该喝 基本上也算是柔和 酒体也是中度 你喝下去的感觉不会很厚重 不是很厚重 即是中度的酒体 挺好喝的 很舒服 挺容易入口 好喝的 不难明白的 值得买一些很贵的 如果现在这支 七十多元 是超值的 但原价 如果原价 如果是特价 一百零五元 折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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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 这些酒 如果是150元 我觉得不值 所以 简单一点 但是 你闻下去 这酒 你闻好 闻 就比喝 喝下去 算是比较简单 味道不算很复杂 但闻 反而有不同的香味 好 这些酒 2018年 在Yuko买 好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 可以订阅 赞好 分享出去 还有如果你有什么酒 是想我试的 在留言区 写下 我会尽量找回来 记住 大牌子 名牌子 基本上 你一打下去 就已经有很多酒评价 告诉你 这些酒 好喝还是不好 有什么味道 那些酒 就不要在留言区写 因为基本上 我就不会去品尝 因为上了太多酒评价 他们都已经试完了 不需要我去试 所以有什么酒 很难 一些小牌子 或者小酒庄 不是很容易找到 一些评语 或者是一两个 你想知道 知酒好不好喝 CB值高不高 抵不抵 你可以写下 叫我试一下 我会尽量找回来 和大家分享 下集再见 拜拜